Hello 我是K 第二集的青島VLOG又來了 其實昨天在海上雲天出來的時候已經沒有魚 起床的時候更大雨 但沒辦法來了 都要硬著頭皮出去 幸好今天安排的行程室內會佔半天 下午就會全程在外面 希望不要下雨 剛才說過我早就要去啤酒博物館 所以我安排了酒店住在啤酒街 由啤酒街走到博物館大概十多分鐘 走一下拍照一會就會到 通常去一個地方旅行 我會選擇博物館去玩 因為去博物館可以用最快的時間 了解當地人物 青島最有名的就是啤酒 但老實說如何出色我都不知道 來之前是完全沒有做過功課的 就知道青島啤酒很出名的去吧去吧去吧 但我想說真的很值得去 大家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一來 進去之前我們先說一下買票 只是買票這部分都看到我頭都暈了 簡單來說可以分為普通票 看表演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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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表演票 我先把說話放在最前頭 我現在的tour是普通票的內容 入場價值60元 然後會有兩個展館給你走 然後又喝又吃啤啤 它是包含的 如果你說這包含不滿 也滿足不了你 你要買其他劇本殺 然後要喝所有啤酒的門票 記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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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真點內容 因為你不看真點 會很容易漏了很多東西 就像我這樣 明明買了看表演票 看完回到家裡 有兩個展館還沒走 然後有很多東西還沒做 所以大家不要學我這麼喜歡 一邊走一邊說 這麼快去到中庭位置 四圍都會是百年建築 雖然說百年建築 但保養很好 兼且加新元素 看完建築物外觀之後 我們預備去第一個展館 第一個展館是關於青島啤酒的歷史 它的歷史不單是說如何開廠 建築物點起 如何經歷社會不同時期 還涵蓋它的包裝設計背後的故事 如果你更想知道青島啤酒背後的故事的話 你就要參加中文講解團 因為整個展館主要是用了圖像模型動畫來說故事 字是有的 但相對比較少 所以想要講解的朋友就千萬不要買普通票 記得買普通加講解票 看到這幾張海報說到社會背景如何影響青島啤酒設計 不同時期的標籤都要轉幾次 走到差不多就會看到粵語蠶片式的青島啤酒廣告 我覺得還蠻搞笑的 因為他說青島啤酒可以健康開胃 醫療病 去到A館的尾聲就會講述 啤酒廠和現代社會的關係 基本上A展館的內容十分豐富 然後我們就順序走下一個館 這裡就是B展館 一進來就一時之間反應不來 不見有講解 一看到這麼多機器 咦 怎麼了 什麼事 原來這裡是百年廠房 展館會展出不同的機器 而這些機器就會講解 如何由開始製造青島啤酒 除了講解工序之外 當然最主要是原料 就會講解用不同的材料製造出不同味道的啤酒 一眨眼就去到發酵啤酒最後一步 雖然我覺得很精彩 但中間的過程實在太長了 我怕會悶死你 所以我直接去到最後一步 去到出產啤酒 這部份的展館很有心思 一邊是用舊式酒桶配合現代動畫 另一邊是用新的酒桶 講解如何儲存啤酒 很有新舊碰撞的意思 去到這個位置 走到累了 我最喜歡的環節又來了 就是喝喝吃吃吧 拿了剛才的包免費啤酒豆 看到前面很多人排隊 原來他們是拿完張啤酒 好啊 入場的時候 這個啤酒是包著的 雖然喝喝吃吃吃我最喜歡 但其實我對啤酒沒有什麼期望 但原來我是好錯啊 這個啤酒超好喝啊 有小麥香味 有一點苦味 上面的泡是軟綿綿綿的 有一點冰冰 最重要的是新鮮 因為原地做好原地喝啊 喝完啤酒就發現有雪糕吃 其實我也考慮了一會兒 喝完啤酒就吃雪糕 會不會太好呢 本來打算遲些先 但想想想 不是啊 現在不吃 出去之後是可能沒得吃的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所以不管了 買了就算了 為什麼有雪糕買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有些小孩不能喝啤酒 所以有雪糕買吧 至於雪糕味道如何呢 苦味就沒有了 但吃下去也會有很少很少的啤酒香味 喝完之後繼續走 我以為展覽已經完了 原來還有最後一部分 就是說如何入箱 可以看到啤酒入瓶之後 如何用機械化的方法去入瓶 我自己對於機械化的東西 就心裡覺得很舒適 其實我是不是很奇怪呢 看完展覽就開始購物了 這個位置有一個叫醉酒小屋的房間 進去之前已經看到警告 又說暈又說什麼 這位叔叔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暈到爆 我說真的 我是差點出不回來 我真的不明白裡面的人可以 還在這裡很輕鬆地走 要休息一下才行 恢復行酒能力之後 就可以開始購物了 我剛才激讚的是這瓶原漿啤酒 紀念品方面 除了啤酒之外還有 令飾、文創、化妝品 全部都跟啤酒有關 看完玩完吃完 去到酒吧 真的去到尾聲 我意思是博物館的尾聲 這個博物館我總共走了三四個小時 如果我看完展覽就像半天 但我那天就是跟著的流程走 我真的忘記自己是要看展覽 我出門口之後 算了算了 下次再來 要去下一個地方 我還有幾個地點需要在日落之前去 趕時間 所以就選了這間麵包店 看看它的啤酒酵母麵包是怎樣 我買了黑糖包和迷你腸仔包 再加一支名字很特別 叫做熬夜回春水 味道方面 這個麵包真的很好吃 很神奇 有黑糖甜味 然後大碟碟碟碟有啤酒味 而回春水方面 我看資料 其實是九幾人參和椰子水組成的 回春沒什麼感覺到 但它是好喝的 戶外景點的部分 現在開始了 冒著雨都要來這個景點 因為之前都是天黑去看的 但入境的青島市究竟是怎樣 就要靠上這座小魚山 其實對面有一座信號山 都可以做到同樣效果 為何不去那座山而選小魚山 因為這裡可以極速攻頂 適合我這些又趕時間又沒有體力的人士 一進門口到上山 到達到稍後的塔頂 需時大概20分鐘內就可以了 上完這座塔就工頂完成了 有一件事忘了跟大家說 進完和上這座塔 都不需要付錢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景點 上完一道右閘有棋的樓梯之後 就可以看到青島市日景 我去當日煙雨蒙蒙的 就有另一番特色 上到去很容易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所有屋頂都是紅色 外形結構都差不多 難道政府有規定嗎 又要飛奔去下一個打卡點 就是大學路 這裡出色了什麼呢 就是有一道網紅牆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網紅牆 所以試試看 直至發現這場很多人圍著拍照 我就知道什麼是網紅牆 就是鏡頭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剛剛的大學路 只是角落的位置 只是打卡點 看完那個位置 不如看一些再繃繃的打卡點 就是宮崎進漫畫街 這個名字不是我改的 是高德地圖都能找到的位置 雖然說是宮崎進漫畫街 但是不像宮崎進的壁畫 一齊看看找到什麼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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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崎進的部分 看完 除了宮崎進的部分 還有什麼看呢 會有 媽寶兄弟 迪士尼美人魚 和Duffy San Rio Pokemon 我數出來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當中我覺得 有一點點遺憾 是我找不到藍兒當入樽的壁畫 今天我很厲害 終於趕在日落和別人閉館前 趕到德國總督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充滿歷史痕跡 從整間屋的布置編排 會看到總督的生活情況如何 以及能看到當時最高端的屋 究竟是怎樣的呢 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間室內溫室 不知為何令我聯想起 Wednesday 關於龍穴的故事都還可以搞笑 總督想打爆石石 但是風水先生說 有這塊石才封山水起 結果就是總督拜拜 然後一位又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 曾經住過這個地方 鏡頭看到的家具是真的被你用過的 是時候要告下集 會去廬山 會去夜市 以及去看看韓國人最居地 下集見啦 拜拜